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热力学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叫做热力学第0定律 那个定律的主要的内容是告诉你 在这个一个隔热的系统当中 它的条件就是 所谓隔热系统就是跟外界没有产生 热量交换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系统 存在这个隔热系统里面 那当这个温度比较高的这个系统 它会透过传导对流以及辐射的方式 跟温度比较低的那个系统 产生热量的一个交换的情形 那这个定律的内容 主要是告诉你说 当你在一个隔热的系统里面 产生热量的交换的话 它的交换是完全是产生交换的 意思也就是说温度比较高的那个系统 它会把它那个多余的热量释放出来 所谓多余的热量就是 它会跟那个温度比较低的 那个系统的热量 经过交换以后 两者之间会达到一个平衡温度 最后达到的这个平衡温度 是一致性的 我们就称之为热力学第零定律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图力 以及它的说明 这是一个隔热系统 我们画一个大圈圈 那里面有两个系统 这个A系统它的温度 因为比B系统来得高 所以它就会释出热量 那它所释出去的热量 就是用它的质量 承让它的比热 承让它所下降的温度 这个释子所代表的就是 A系统因为跟B系统 产生热量交换 它所释出去的热量 而这个热量 完全被B系统所吸收掉 所以B系统所吸收的热量 就是B系统的质量 承让它的比热 承让它所上升的温度 所以它会产生 这个热量的一个交换 那它透过的交换的方式 有三种 第一种是传导 但是传导它必须要经过接触 那第二种是对流 对流通常是发生在 流体的这个物质里面 那第三种是辐射 辐射它是不需要经过接触的 不需要经过直接的碰触 它灵就会产生辐射 以上是介绍有关这个 隔热系统里面 两个不同温度的一个系统 产生热量交换的一个情形 我们称之为热力学地零定律 那有关这个热力学地零定律的观念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